好 汪浩大哥你怎么观察拜登一方面要打造美国半导体美国新 另外一方面封杀这一个中国军工产业 延续川普这一个科技战的路线的同时呢 今天南华早报追踪 拜习很有可能四月底让全世界看到铜框 对这个拜登在大选和上任以后 在讲到跟中国的关系的时候 曾经有多次讲他们会在有些地方对抗 有些地方合作 那他一再讲合作的内容主要是在气候问题上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那拜登当然是认识到这个碳排放 全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是中国和美国 不过中国的碳排放量是美国的两倍 中国的碳排放量大概占全球的30% 产生大概全球17%的GDP 美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15% 产生全球25%的GDP 大概是这样一个关系 不过拜登政府是希望回到这个巴黎气候条约协约里边 来跟中国合作 控制这个全球的碳排放 减少这个全球暖化的进度 不过这个只是一个网络上的一个会议 所以即使参加的话 大家也就是在电视上讲几句话 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 应该不是只是拜登跟习近平两个人的 一对一的私下会谈 而只是一个好几十个国家领导人参加的 各自在网上这个各自表述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这个 对两国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气候问题 美国希望跟中国有所合作 应该也不会让人惊讶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